女王的林车前往温莎 两侧挤满道别民众 抛出一束束的鲜花 林车载着英国人民的追念 沿着著名的五公里长径 来到最后长眠处温莎堡 1992年温莎堡发生大火 女王焦急又无助的眼神让人心疼 毕竟这里可是她远离城销的庇护所 温莎堡11世纪由著名的征服者威廉首剑 百年来一直是英国国军的重要宫殿 二战时候女王也在此躲避伦敦大轰炸 还首度宣读广播 前两年女王也在这里防疫 温莎堡就像皇家喜应一样代表女王 2021年她在这里招待来访的美国总统拜登夫妇 甚至是哈利梅根大婚的时候也选在温莎 女王生前最宠爱的科基犬也在这里等她归来 跟夫婿一同合葬 按照惯例英国皇室死后不火化也不入土 百年来只有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 是唯一例外火葬 女王的称谦内观很可能只会套上大理石外国 让皇族永远怀念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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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